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里我们要介绍有关于波的概念 波具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性质 第一个它只传播能量不传播介质 第二个呢 它跟介质呢具有很密切的关系 波的种类的分法有很多种 像是以介质振动方向跟波形镜的分向来做区分 那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区分的话 我们把它分作横波跟重波 以右边这张图为例 波前镜的方向呢都是往右 可是呢在上面这张图呢 它的介质呢是进行上下的一个振动 而下面这张的介质呢是进行左右的一个振动 那上下是跟前进的方向是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横波也就是所谓的高低波 那下面这一张呢 它是左右跟往右 所以呢它的方向是互相平行的 那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重波或者是疏拟波 另外一种分法呢是靠有没有介质来做区分 如果有介质的我们叫做力学波 没有的我们叫做非力学波又叫做电磁波 常见的力学波呢 有水波声波或者是神波 那从这些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质 它们都是需要某一类的介质的 比方说水波需要水 那非力学波呢就是所谓的电磁波 以右边这张电磁波的波长图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常见的可见光的范围是400NM到700NM 400NM这边是紫光 700NM这边是红光 那超过400的这一边我们叫做紫外光 超过右边的这个红光的部分 我们就叫做红外光 那一般而言呢 红外光的波长是比较长 那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左边这边呢是比较短波 它这些的应用呢 就是通常是会对身体 比较具有比较高的一个危害 当症状体呢 出现这种具有连续性的一个周期波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常常把它拿过来进行讨论 如果它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波形 我们所讲的一个完整波形 就是它可以完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S 到这边的一个波形 就像我们所讲的那个数学里面的一个正选 就是就是sine这样子的一个波形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是连续性的一个周期波 这样子连续性的周期波呢 通常我们就会把它的一个周期拿来做探讨 周期是指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S型所需要的一个时间 通常我们用T这个符号来表示它的单位是秒 跟周期互为导数的我们称作频率 通常我们以F为代表 它的单位是秒分之一或称为一个盒子 如果同学对于周期跟频率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还可以这样列举 比方说月亮到地球的一圈是一个月 这样就叫周期 频率可以类比为在一个月之间月亮到地球几次 我们再以这张图来看 如果当波前进的方向是往右 那它上面的这几个最高点我们称作波峰 最下面的这个点我们称为波谷 波峰跟波峰之间或波谷跟波谷之间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波长的一个概念 这个波长是这边到这边 也可以是这边到这边 那也可以是这边到这边 我们可以发现都是同样的一个定制 就是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波 到底它的总长度是多少 此外在波峰到波幅 或者是波谷到波幅之间呢 就是从最高点到最中间的点 或最低点到最中间的点 这两个的一个资料 我们都把它称作是正覆 通常我们在探讨声音的时候 这个频率指的就是声音的高低 正覆指的就是声音的一个大小 波的传播速度呢 是由介质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在同样介质里面 它的传播速度是一样的 那介质是什么样的状态 会影响波数 比方说我们刚刚谈到的温度 湿度或者是深度等等 波数的计算公式跟我们平常在计算 速度的公式是一样的 就是速度是指单位时间之内的一个位移的一个变化量 所以呢它是位移处于时间 我们也可以把它比例为 它前进一个完整的一个波长 去处理所花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概念 而周期呢又是频率的导数 所以呢我们又可以把它 呃变成是频率乘以波长 用英文的一个符号来表示的话 就是速度是V 所以V等于那么大 那么大指的是波长 那V就等于那么大除以周期 所以V等于那么大除以T 也等于那么大乘以F 那F这里指的就是频率 要是频率的 然后再次视频 再次视频